美国11月8号将要举行其中选举 但是根据了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又再度下滑 跌到了39% 连四成都不到 而民主党本来胜券在握的几场参议院的选战 民调也逐渐被共和党给追上 让白宫很担心参众两院的掌控权可能都不保 美国其中选举进入倒数两周 在这个关键时刻 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却再度下滑 跌到39% 接近他入主白宫以来的最低支持率36% 拜登一周前还对选行信心满满 如今白宫的乐观情绪正在消退 纽约时报与谢纳学院的最新民调显示 共和党人的支持度整体而言 以49%领先民主党人的45% 民主党九月时在同一份民调 本来以1%小幅领先 但这个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其他民调也显示 一些民主党的参议员 从原本的胜券在握变得胜负难分 凸显在高通膨持续的情况下 选情从原本的五五波逐渐偏向共和党 民主党为了救选情大打堕胎议题 但不论是多胎权 乌俄战争还是枪支管制 都敌不过经济在选民心中的重要性 路透社的民调显示 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认为经济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比例远远刀于其他议题 对拜登政府来说 失去参院或众院的优势 都会大幅影响他未来两年推动政策的能力 随着拜登支持度下滑 民主党现在担心不止失去众议院多数席次 连参议院的优势也可能不保 欢迎收入联明宣综合报道 距离美国2022期中选举只剩不到两个礼拜 这一次除了地方性选举 还将改选联邦众议院所有席次 以及部分联邦参议员 选举决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 当然也影响总统拜登后半任期的施政 接下来透过环宇新闻点 带您来看 其中选举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六场选战 本次美国其中选举最受瞩目的 莫过于参议员的选战 而35场参议员选战中 有六个选情特别激烈的关键州份 分别是宾州 乔治亚州 俄亥俄州 威斯康星州 亚利桑那州 以及内华达州 在宾州 民主党候选人费特曼 对上主持健康节目《奥兹医生秀》的 明星医生奥兹 费特曼原本遥遥领先 但五月一场突然的中风打断了他的势头 奥兹也抓紧机会质疑他的适任度 如今两人的民调陷入拉锯战 经济放缓和拜登的低民调 拖累民主党在部分州份的选情 像是乔治亚州的民主党候选人 华诺克 原本领先的民调 就逐渐被前美国总统川普的老朋友 前美式足球明星沃克 后来居上 极度仰赖观光收入 经济受到疫情重创的内华达州 也出现选民想教训民主党的声音 民主党逐渐失去在当地的优势 俄亥俄州的参议员选战 由民主党老将莱恩 对上共和党政治新人范思 选情格外激烈的威斯康星州 则是由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巴恩斯 挑战争取第三任期的 共和党老将约翰逊 约翰逊曾建议 用漱口水杀死新冠病毒 淡化美国国会暴动事件 还公开支持川普的大选阴谋论 拒绝承认拜登在2020大选胜利 同样声称川普赢得2020大选的 杨利桑那州共和党候选人马斯特斯 马斯特斯高呼美国优先 以民族主义为主战场 他的对手是现任参议员 前NASA太空人凯利 凯利的妻子前国会议员 西弗斯被枪击中头部 险些丧命 所以他格外重视枪支管支议题 民主和共和两党 在这六个州民调不分宣制 不过目前民主和共和两党 在参议院各占一半席次 所以共和党只要翻转一周 就能拿下参院掌控权 让拜登未来两年推动政策防守防脚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宇新闻点 就是为了防堵俄罗斯扩大无恶战事 美国海军布希号航舰打击群 也在地中海地区率领 北约盟国进行一连串的 海空联合军演 美国海军F-18超级大航空战机 急速升空 机队所属的布希号核子动力航舰 这率领着北约成员国海军舰艇 在地中海海域 延续今年十月中展开的 海王星打击演习中 一连串海空联合演训 美国与欧洲盟国 今年的军事演习 不论次数或规模 都比往年命迹许多 为的就是要警告 扬言动用核武的俄罗斯 不要轻举妄动 因为北约绝对有能力 嚇阻核武威胁 必要时还可能会以暴制暴 另一方面 欧盟领袖协同乌克兰官员 当地时间25日 齐聚德国柏林 召开乌克兰重建会议 乌国总理舍米加尔 在发言时直接切入政题 请求欧美国家政府 立刻在加码提供 17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协助修复被俄军滥炸的 民用基础设施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瓦 也初步推估高得惊人的乌国战后重建金额 乔治艾瓦呼吁乌俄双方结束战争 好让重建行动尽快展开 欧美国家的情况必须 最好几乎是3百亿美元 最好几乎是5百亿美元 2023年 所以我的努力是 我們要集中的國家的必須 我們計劃再建立 西方國家砸大前半軍演 大受北約聯軍強大的戰力 更不起耗費巨資 援助烏克蘭抵抗俄國侵略者 隨著戰爭發展 普丁這場所謂的特殊軍事行動 目標只會越來越難達成 環宇新聞 謝忠岳 綜合報導 另外一個焦點話題在中國 中共在二十大之後 決議通過修改黨章之後 中國的官媒二十六號公佈了 修改之後黨章的全文 有三十七個地方修改 黨章內容當中 習近平的名字就出現了十二次 僅次於毛澤東的十三次 同時內容也新增了 堅決反對跟遏制台獨的字眼 二十大後 習近平及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更透過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 來確立地位 二十六號新華社更公告新黨章全文 黨章強調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 然而中共的新黨章內文總共出現了習近平十二次 比2017年的版本還多出了一次 與鄧小平持平 僅次於毛澤東的十三次 而曾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和江澤民 則各只有一次 這回中共黨章還新增寫入了兩個維護 不只要維護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更要維護習近平在全黨的核心地位 此外在中共黨章的總綱 涉及港澳台部分 新增寫入了堅決反對和遏止台獨等字句 不過外界原本猜測將出現北京當局要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新論述 要加快解決台灣問題 但是新黨章並沒有加入 話語新聞 陸小平做報導 至於全球央行的升息潮何時才會止步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美國聯準會很可能會在11月第四度升息三馬 但是想要止步的話 必須要等到目前的通膨率砍半之後才有可能 而墨西河央行的官員也示警說 如果再激進升息 恐怕將會危及到已經疲軟的經濟 但是現在讓市場緊中大作的另外一個指標 就是美債殖利率的曲線倒掛對比 因為根據了歷史經驗 美國經濟將會在兩年之內出現衰退 美債殖利率26號下降到4.006% 但三個月期卻罕見全天都超車 收在4.025% 讓市場緊鄰大作 因為這正是聯準會最關注的殖利率曲線倒掛 而今年下半年以來兩年期和十年期的美債殖利率曲線 就已經一直處於倒掛的現象 如今美債長短期歷差更進一步擴大 歷史經驗引發擔憂 兩年內美國經濟會衰退 各有看法認為將因此動搖 美國聯準會的升息腳步 不過加拿大央行已經先縮手 加拿大銀行第六次加息 加拿大銀行同時宣布 繼續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 以配合加息政策 26號加拿大央行宣布升息兩碼 不但低於市場預期的三碼 也比起9月和7月大大的放緩了腳步 並且表示通膨頑強 仍然需要再次上調借貸成本 但是升息週期已經接近尾聲 五度有偶 同樣在北美的墨西哥央行 也有類似看法 但在去年之後墨西哥通膨飆到20年新高 讓墨西哥央行啟動了激烈的升息 累計幅度已經達到5.25% 也就是21碼 如今基準利率已來到9.25% 有隔派的墨西哥央行官員市井 貨幣政策不宜更加激進 以免傷害疲軟的墨西哥經濟 華語新聞 盧小平 最後報導 可以說是獨牌 眾議德國總理肖茲 拒絕跟中國脫鉤 德國內閣在10月26號決議 允許中國企業中原海運的子公司 入股德國最大港口漢堡港 這項決定引來執政聯盟批評 更讓公民團體感到憂慮 德國會重蹈覆撤 沒有從過度依賴外國能源的危機當中 學到教訓 在一片爭議聲中 德國政府決定要讓中國企業 中原海運的子公司 入股德國第一大的港口漢堡港 雖然德國政府決定讓中資的占比 降到24.9% 而不是原先的35% 卻仍然招致批評的聲音 德國政府則是極力澄清 中資的入股比例不到25% 並不足以讓中國進行戰略投資 或是控制港口營運 不過對於這項決定 在德國政府內部和執政聯盟當中 都有許多雜音 包括綠黨 自由民主黨 以及六個政府部門 特別是外交部 都在呼籲德國內閣 不要重蹈對俄羅斯關係的覆撤 更不能增加戰略對手中國 對德國的控制 德國公民團體也指出了這一點 另一方面 中國政府對這項交易 則是樂觀其成 這次的中國企業入股案 引發的反對聲浪 或許凸顯了經歷能源危機之後 德國各界對於威權國家結盟或合作 態度都轉趨保守 華人宇新聞 徐浩民綜合報導 德法關係能否就此活絡起來 還要看後續的發展 而義大利新總理梅洛尼率領的新政府 通過參議院信任投票 梅洛尼力挺歐盟北約 他任命的外交部長塔亞尼 對台灣相當友善 梅洛尼告訴國會議員 支持烏克蘭是達成和平的唯一方式 由梅洛尼領軍的意大利及右派新政府 通過參議院的信任投票 意大利政府終於能夠開始正常運作 梅洛尼也向國會提出計劃 重申支持歐盟 北約以及烏克蘭 這個在烏克蘭是一戰爭 我們不能承認 我不能承認 我認為我一直在抵抗了 正確的抵抗 梅洛尼表示 雖然義大利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 不足以左右戰爭結果 但對義大利維持國際信誉相當重要 他更說協助烏克蘭戰鬥 是達成和平的唯一方式 唯一的可能性 從世界上世界 在抵抗一戰爭 是讓我們有一個平衡的平衡 而在梅洛尼任命的內閣中 值得關注的是 意大利副總理兼外長 是由前歐洲議會議長 塔雅尼出任 塔雅尼對台友善 今年2月24號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塔雅尼隔天就發出推文 他表示 中國有9架軍機 侵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這是令人憂心的訊號 烏克蘭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恐怕會強化中國的擴張主義態度 我們絕對不能讓這種事發生 塔雅尼先前受訪時也稱讚台灣 是民主政體 意大利要與民主國家站在一起 換圈來臨入報導 中國二十大過後所引發的效應持續延燒 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 加上嚴格的防疫清零政策 都讓中國富豪心慌 不僅是把錢轉到了新加坡 如今有越來越多中國家長 把孩子送到新加坡留學 來看環境新聞 特派記者門宥辰來自新加坡的報導 新加坡自從今年大幅放寬防疫措施之後 民眾生活回到疫後正軌 中國富豪也湧進新加坡豪宅市場 瘋狂掃貨 中共二十大過後所引發的效應 是持續的延燒 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 讓中國富豪們人心惶惶 反觀新加坡政績相當穩定 而且貨幣兼品 房地產也是穩步的升值 因此新加坡成為中國富豪 最喜歡的資產避風港 中國房地產業正面臨一場 深刻的信奧危機 由於許多大型房地產開發商 多年來過度擴張 再加上中國政府受到疫情影響 收緊銀根 有錢人不買當地房產 反而把錢轉往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在去年12月 提高了房產印花稅 外國買家的額外印花稅 從20%提高至30% 但外國買家依然認為新加坡的豪宅 比起外國的大城市相比之下 還是來得便宜 外國買家的購買力排名 前三國家有中國、馬來西亞、印度 在價值500萬新幣以上的豪宅中 中國買家的數量 幾乎是第二大買家 馬來西亞的兩倍 中國人究竟有多愛新加坡房產 數字會說話 今年前8個月 外國人購買新加坡房地產的交易總量 已經接近1000水平 其中光是中國買家 就買了932套私人公寓 價值1億台幣以上的豪宅 也購買了81套 而且除了買房 中國也有越來越多家 這樣不再將小孩送往歐美留學 而是改為選擇新加坡 對於中國的家長來說 非常喜歡新加坡的教育 還有這邊是非常的安全 再加上簽證相對來說也比較容易 所以選擇來新加坡的數字 比往年會增加 拿我們公司來舉例子 就是今年其實大概來新加坡的學生數字 比去年增加了至少有30%以上 疫情下中國強硬的防疫清零風格 讓民眾往外逃成為趨勢 也讓相對自由的新加坡間接受惠 以上就是歡迎新聞特派記者 文宥晨在新加坡的採訪報導 北半球即將入冬 美國與歐盟政府公衛單位就接連地提出警告 隨著氣溫奏降 恐怕會讓新冠Omicron變異株更活絡 激發西坡疫情 因此呼籲民眾要趕緊接種次世代追加劑疫苗 而亞洲方面 中國北京在25日通報了十幾起本土確診案例之後 北京環球影城度假區隔天隨即關閉園區 並展開核酸檢測 顯現中國依舊採取強硬風控 面對秋冬疫情 美國總統拜登捲起袖子 接種次世代新冠疫苗追加劑 以聲作則呼籲全美國民眾 尤其是老年人 趕緊在冬季新一波疫情來臨之前 施打追加劑疫苗 提升群體免疫力 美國國內疫情雖然在今年7月份 Omicron變異株BA5肆虐高峰期後漸漸有所緩和 不過美國與歐盟公衛機構最近接連警告 隨著冬季到來 氣溫奏降 Omicron病毒可能會再突變成新型變異株 他們更擔憂民眾對疫情態度鬆懈 不再接種疫苗 又在感恩節與耶誕節假期期間出遊 恐怕會讓疫情迅速反彈回升 而地球另一端的中國對於潛在疫情熱點 依舊採取嚴厲封控措施 北京環球影城度假區隨即宣布 自26日起 暫時關閉園區內的主題公園和酒店 並同步展開一連串的核酸檢測和清潔消毒工作 以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相較於中國的清零政策 南韓和日本等亞洲國家 雖然確診數也陸續增加中 政府卻認定國內疫情已經控制到穩定狀態 其中南韓防疫部門當地時間25日透露 將從本月31日開始 停止每天發布有關疫情數據的新聞稿 改成旨在疾病管理廳官網發布疫情資訊 一步步走向與病毒共處的生活 華語新聞謝忠岳綜合報導 10月26日這一天是伊朗女子艾米尼 逝世40天的紀念日 全伊朗上下的抗疫活動持續燃燒 在艾米尼的家鄉有上千位的民眾聚集哀悼 卻跟安全部隊發生了衝突 警方不但發射了催淚瓦斯 還對抗疫民眾開槍 而西方國家為了要懲罰伊朗政府的血腥鎮壓 也陸續祭出了制裁 不過現在伊朗政府也要反擊 制裁歐盟國家的媒體人士 在伊朗德黑蘭的大學門口 學生們高喊口號 26日是投金少女艾米尼 過世40天的紀念日 伊朗全國各地都能看到大批民眾 用憤怒示威來悼念艾米尼 不過很多畫面都記錄下 伊朗警察的暴力鎮壓手段 聚集在女子學校門口的警方 大喊著她們或者能毆打抗疫分子 鏡頭轉到艾米尼的家鄉 薩蓋滋政 雖然艾米尼的父母被伊朗警方恐嚇 不能組織任何紀念儀式 但是在26日這天 還是有上千位民眾 聚集到艾米尼的墳墓前 線上敬意 人權團體指出 伊朗安全部隊在鎮上的廣場 展開血腥鎮壓 不但發射催淚瓦斯 還對悼念的群眾開槍 越演越烈的抗疫衝突 已經勾起國際社會關注 伊朗政府也在26日申佈反制 針對歐盟國家的8間媒體機構 還有12位個人戶進行制裁 從德國之聲到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都在黑名單上 德黑蘭當局聲稱 這些制裁對象支持恐怖組織 和伊朗境內的暴力騷動 不但會寄出簽證禁令 還會扣押對方 在伊朗司法管轄權下的資產 歡迎新聞的新聞綜合報導 臉書母公司Meta公佈了第三季的財報 營收是連兩季下滑 同時還預期第四季還會繼續掉 這也讓股價是大跌近兩成 更拖累了美股的表現 而16號表股500指數結束了連續三天的漲勢 而科技股跌得更深了 納斯達克指數重挫超過2% 第二 企業財報暗淡 讓投資人更擔憂 全球經濟放緩 周磅科技股財報暗淡 悲觀情緒再度籠罩市場 26號美股漲跌互線 儘管道求勉強收紅 但是納斯下跌超過2% 費半也下跌超過1% 其中臉書母公司Meta財報疲軟 拖累盤後股價重挫近兩成 市值一度剩不到3000億美元 是60半以來首件 Meta更預告明年將會人事精簡 但不至於大裁員 Meta更預告明年將會人事精簡 與獲利雙雙不如預期更是負倍受敵 除了蘋果iOS更新隱私政策帶來挑戰 頭號競爭對手TikTok更是分食年輕用戶 而線上廣告客戶也普遍小減支出 就連攸關元宇宙大業的實境實驗室 也持續出現巨額的虧損 內部文件更顯示Meta的核心虛擬實境 VR社群平台Horizon Worlds 越回耀用戶數年底前的目標 儘管已經從50萬下修到28萬 如今卻還不到20萬人 連第四季的猜測也疲軟 移手孔將連續第三季下降 另一方面特斯拉自動駕駛功能 更成為眾矢之地 過去馬斯克曾誇下海口 車主睡著也能安然抵達 此外特斯拉官網示範自駕功能的影片 更寫著駕駛座位上有人 只是為了法規因素 儘管特斯拉有明確警告駕駛 使用autopilot駕駛輔助系統時 必須把雙手放在方向盤上 並且維持對車輛的控制 然而已經傳出了十多例 涉及特斯拉autopilot系統的事故 甚至有多起是致命的車禍 27號路透根爆料 美國司法部因此正在進行刑事調查 是否由於特斯拉公司的警語 過度吹捧自駕功能 使得車主掉以輕心 但還不一定會提起訴訟 懷信網路小平眾報導 馬斯克即將入主推特了嗎 他今天在推文上 發布他走進推特總部的影片 似乎暗示收購案即將達成 全球首富馬斯克扛著水槽 一臉調皮地走進推特總部 馬斯克將這段影片上傳到推特 寫下走進推特總部 大家好好思考吧 這邊他用的是網路流行的 英文片語SyncIn 而水槽的英文正是Sync 顯然是在玩谐音梗 馬斯克也把帳號上的個人檔案 改成推特領導人 暗示即將入主推特 先前有傳聞聲稱 馬斯克收購推特的協議 受到國家安全審查 可能會破壞交易 這類說法已遭白宮明確否認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承諾為馬斯克收購推特 提供資金的幾家銀行 已經完成最終債務融資協議 目前正在簽署必要文件 馬斯克先前喊出要在接手後 裁掉75%的員工 據了解馬斯克還沒正式入主 就已經有超過500名推特員工 先行跳槽 轉向Meta Google等科技巨頭 而不只高階人才跑光 推特內部研究也顯示 他們正不斷流失用戶 馬斯克接手後 要如何處理推特這些危機 值得關注 不過馬斯克創辦的特斯拉 也是危機重重 特斯拉股價今年到21號為止 已經跌了46% 讓馬斯克身家蒸發1100億美元 損失的金額比Google共同創辦人 布林1070億美元的身家還要多 但儘管如此 馬斯克目前還是穩坐全球首富職位 分析師指出 馬斯克為了推特併購案籌錢 恐怕得出售更多股票 特斯拉投資人就得承受更多損失 歡迎收看連美璇綜合報導 帶您關注到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即將在三個禮拜後展開 而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發布的最新評估報告指出 儘管各國正在努力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曲線向下彎曲 但是仍然沒有辦法在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上升 控制在關鍵的攝氏1.5度之內 暴風 洪水 熱浪 這幾年因為氣候變遷 全球有許多地方飽受極端天氣困擾 然而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發布的評估報告 各國的努力仍然不夠 將地球上升的溫度控制在攝氏1.5度之內的目標 恐怕無法達成 報告分析了巴黎協定193個地約國的氣候行動計劃 但是发现到只有24个国家更新了他们的计划 这个结果令人失望 而气象组织也指出二氧化碳的浓度 来到300万年来的新高 另一项温室气体甲烷的浓度 也来到1983年有记录以来最高 气象组织因此向G20工业国集团喊话 有专家指出与2010年时的水准相比 全球到2030年的碳排放量需要下降45% 才能够实现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 而紧接着联合国气候面前大会就要展开 各国势必得加紧脚步 重新审视自己的环境政策 华语新闻 徐浩铭综合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在26号与国防高层讨论中国议题 拜登说美方不寻求与中方发生冲突 还说习近平也了解这一点 而这也是拜登在中共20大闭幕后 第一次公开谈到了习近平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再一次警告 北京当局已经做出决定 要对台湾加强施压 美国总统拜登坐在白宫会议桌旁 身边围绕着国防部长奥斯丁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利等等 好几位高阶国防官员 拜登谈论国安战略 提到中国时 他说他告诉中方领导人习近平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还说习近平也了解这一点 这是在中共20大闭幕后 拜登第一次公开提起习近平 他也一再强调美中之间会有激烈竞争 但无施冲突 就在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表示 北京当局决定台海现状不能再被接受 要对台湾加强施压 布林肯近期在20大前后 已经三度指责中方制造紧张局势 还要加快夺取台湾的时间表 而北京方面一概回答是美国在造谣 我们敦促美方摒弃零和思维 顺应时代潮流 与其散布老掉牙的中国威胁论 拼凑没有前途的小圈子 不如尝试树立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美中的区域角力步步百热化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透露 美菲两国的国防和外交部长 会在几个月内举行 二加二形式的双边战略会谈 根据合作协议 美国能够到菲律宾驻军 共用当地的基地 并建造军事设施 菲律宾智库学者认为 北京当局正密切关注 美菲同盟可能的深化 对马尼拉当局而言 美方在菲律宾军事现代化 还有南海议题的支持上 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中国是最大贸易伙伴 菲律宾要如何拿捏 对美中两国的关系 将备受考验 欢迎新闻 刘青文综合报道 俄罗斯展开入侵 乌克兰之后的首次 年度核武军演 向西方各国展现军事实力 包括出动了核子潜舰 战略轰炸机 以及弹道飞弹等等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更透过视讯 原端视察 同时普丁也再次的指控 乌克兰计划使用脏弹 成为美国打击俄罗斯的工具 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 试射瞬间 喷出熊熊火光 烟雾遮盖住镜头 俄罗斯透过核武军演 向西方各国展现俄国 军事实力 俄罗斯展开年度雷霆 战略核武部队演习 排练对于核武攻击的反应 并出动核子潜舰 战略轰炸机 以及弹道飞弹 另外俄军还从北极地区 朝远东地区发射多枚弹道 以及巡异飞弹 而总统普丁则是远距观看 这场演习 国防部长萧伊古 也向普丁说明 演习活动执行任务 所谓敌军的核武攻击指的就是脏弹 脏弹是一种放射性散布装置 透过传统炸药的巨大爆炸力 将内涵的放射性或是生化物质 抛射散布到空气当中 俄国官员最近几周一再指控 乌克兰计划动用脏弹 然而俄方一直没有提出相关佐证 支持这项指控 而美国家则是接连驳斥 痛批俄军做出假指控 尽管美国表示没有迹象显示 俄罗斯打算在战争中动用核武 但在俄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 外界都很担心 普丁的下一步 生怕普丁真的发动核战 欢迎新闻孙玲林 综合报道 关心英国新上任的首相苏纳克 他在上任后隔天马上表示 要延迟发布中期财政计划 目的是要先让计划可以更加的完善 不过市场上似乎并不担心 英镑继续上升的态势 在26号对美元的汇率上涨将近1% 英国新首相苏纳克在26号第一次召集内阁 宣布原定在10月最后一天出炉的财政计划 现在要延迟到11月17号发布 苏纳克政府的头号任务就是当初新财政计划 说明国家要怎么填补高达400亿英镑的预算缺口 政府表示要做出正确且艰难的决定 才推迟了计划发布时间 任何延迟都可能影响英国央行的行动 央行正考虑在11月3号发布利率宣言 本来在11月1号要开始出售量化宽松计划中的债券 现在出售时间被延后一天 这是为了配合财政计划声明 不过金融市场依然充满期待 投资人似乎不担忧计划要延迟发布 英镑对美元汇率在26号上涨将近1% 延续复苏态势 同一时间苏纳克也前往国会下议院 第一次出席每星期一次的首相问答时间 接受反对派的重炮抨击 此外苏纳克上任后跟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次通话 双方同意要共同支持乌克兰 并在西方国家抗中意识逐渐高涨时 一起应对中国的威胁挑战 欢迎新闻的新闻综合报导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法国和德国在许多制裁方面意见分歧 导致双方关系显得很尴尬 而为了化解歧见 法国总统马克宏26号五宴款待德国总理萧茲 但是依照外交礼节双边会议结束后 将共同出现在镜头前 不过会后却没有联合记者会 引发外界揣测两位领导人的关系冰冷 是一场尴尬的午餐会 步出黑色坐车后 德国总理萧茲与法国总统马克宏握手 两人都笑容可举 不过萧茲在马克宏试图伸手臂搂住他时 似乎侧身躲开 接着两人步上阶梯 在法国总统府爱里塞公前让媒体拍照 不过相比马克宏 双手紧握的消资显得有些不自在 随后才举手向镜头挥手致意 马克宏在26号五宴款待消资 两位领导希望能够缩小在能源 以及防卫议题上的旗舰 但表定计划不包含联合记者会 透露出对会谈期待有限 不过对此 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两国依旧友好 这种旗舰的旗舰 我们还可以继续地续续续续续续 而在这种旗舰的旗舰 在这种旗舰 会议这个与国家的旗舰 提出这种旗舰 并且我们一起的希望 的旗舰 会议帮助 当时的旗舰的旗舰 当一家的旗舰 不必能跟其他旗舰 不必能合作与其他旗舰 那种旗舰的旗舰 是永远能够听 与领导全国的旗舰 小子去年12月就任后 不到三个月 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 促使德法在战争压力 以及连锁效应下 做出危机决策 不过两国经常意见分歧 在能源方面 小子拒绝考虑 让全欧盟设定能源价格上限 惹怒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而在防卫方面 德国计划使用美国制装备 与北约其他盟国 打造共同飞弹防御系统 但法国认为 要在国防采购合作上 取得承诺将会困难重重 两国看法时长不一 也导致双方对彼此怒气冲冲 巴黎与柏林当局 最近甚至延后 例行性联合内阁会议 两国旗舰之声 显露无遗 不过马克宏 还是希望能够活落 欧盟两大关键搭档的关系 德法过去经常扮演欧盟27个成员国舰的斡旋角色 不过在乌尾战争爆发后 对如何调整欧盟 更灵活应对新挑战 以及在欧盟接纳新成员国的速度上 德法看法都不同 现在这两个欧盟最大 人口最多经济体的分歧 来的不是时候 对此有专家喊话 欧盟如果要团结要强大 就得从富有成效的德法对话开始 欢迎新闻孙玲林 综合报道 去年我国自行车出口池 突破历史新高达到51.47亿美元 不过现在却传出自行车产业 因为订单遭砍 深陷库存风暴 开心庆祝成立半世纪 全球自行车业龙头 巨大集团董事长杜秀珍 藏不住好心情 合体创办员刘清飘 执行长刘永昌 以及前执行长罗祥安 一起切蛋糕 因为这个极端气候 因为厌虚的关系 我们现在我们的业界面临的 其实是一个刚需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 欧美多国都鼓励民众骑自行车 让全球自行车热销 2021年台湾自行车出口值突破历史新高 达到51.47亿美元 年增39% 国内自行车乘车三雄 巨大美丽达名系前三季营收也创下新高 台湾自行车厂商天天被订单追着跑 成功挺过缺料塞港 交货期延长的考验 但外面没想到 疫情降温却传出砍单库存风暴酝酿中 杜秀珍强调刚性需求还是市场主力 不过目前全球销售一般自行车 业绩衰退超过五成 电动自行车和量饭型中低车款 订单位缩缩四到五成 自行车准车产业面临库存去化危机 或许只是刚开始 海语新闻红市陈住家松秋泽林 台中报道 高端疫苗被发现 进行二期临床试验的美商秋以斯公司 早就被并购为中资公司 引发争论 在野党就痛批 过去蔡政府逢中必反 现在吉利护航根本就是双标 但是现任指挥官王毕胜也不忍了 在脸书发文回呛 说什么事都没有做的人 却对做事的人狂批滥炸 甚至还说 高端争议就是乌龙的选举操作 指挥官王毕胜再度帮高端澄清 虽然爆出跟中资公司邱以斯合作 但绝对没有违法 前天晚上更在脸书发文 为高端喊员 痛批高端争议根本就是乌龙 为何总是对拼命为国民做事的人 无端指涉狂批滥打 还说这是乌龙的选举操作 合作的CRO公司 它本身是什么样的公司 这个不是在我们查核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再说到这个所谓邱以斯公司 它本身现在还有四十几个案子 跟我们国内各大医院 还有研究单位在合作当中 搬出数据 强调跟邱以斯合作的不是只有高端 但是王毕胜力挺高端到底 在野党不领情再度开炮 实在不了解王毕胜指挥官在崩溃什么 不去检讨高端疫苗的效力 反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 为高端疫苗来护航来说明 当初要购买BNT认为有中资 所谓的复必态 所以主导 那如今高端一样 有中国相关的企业介入其中 那这样子蔡政府要怎么自言其说呢 它的股权是不是有什么改变 那这个是我们请这个经济部罗头省 会去做相关的调查 然后再看是不是有什么为师的地方 再用这个两岸关系条例去处理 面对在野党质疑 王毕胜除了强调合作内容没问题 但有没有中资合不合法 就交给相关单位来认定 不过王毕胜替高端喊冤 恐怕让争议这把火烧向指挥中心 欢迎新闻郭斯文王毅德采访报导 再来看到国安局长陈明通日前才说 2027年前中国不会发动登岛战争 但却传出共军的军演 疑似征用民用渡轮运输部队 就被联想可能会在战争 用渡轮跨海登陆台湾 另外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 虽然呼吁和平 但是也不放弃武力统一 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就认为 这行为就很像恐怖情人 台湾可以向国际表明 中国有暴力倾向 这是一年前共军揭露 如何用民用的客滚船来运输部队与装备 而在中国的八月围台军演 也传出在渤海及黄海一带 真用类似的民船投入军演 届时若两岸开战 解放军很可能用来渡海登陆台湾 用这种滚装护轮船 把他的部队从中部战区 渭运到东部战区 这个才是比较有可能的 会变成他不是直接跨海来打台湾 而是在他的境内去做兵力的一个调动 虽然对外宣称追求和平统一 但中国也不承诺放弃武力犯台 各项建军备战依然朝着武统前进 中国这样的形象 也让陆委会副主委这样形容 用恐怖情人来形容中国 尤其是习近平迈向第三任期 全力一把抓 两岸开战机会似乎有增无减 就怕这位恐怖情人 一时失控发起攻台计划 有学者建议台湾能做好三件事情来避战 第一就是建立不对称战力 第二是维持先进的基本战力 最后则是加强后备能量 开不开战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不是解放军单纯可以去操作的 那你说现在的一个开战的一个状况 会不会提升 我个人会认为 二十大前他当然会需要去做一个稳定 那稳定内部了以后 他要去对外扩张吗 这一个其实是问号没有人知道 会不会动物难以预测 但对台湾来说只能继续强化各项战备 嚇阻敌人犯台的野心 华语新闻吴槐和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好等了好久 BNT和莫德纳的BA.5次世代疫苗 终于通过EUA 首批60万剂莫德纳将在11月上旬到货 预计最快11月中下旬就可以开打 这一次不只扩大到12岁以上都能打 指挥中心开会后决定 国内BA.1还有BA.5两款次世代疫苗 开放让民众自由选择 以身作则催打次世代疫苗 因为预防有症状感染效果 比原始株疫苗好的BNT和莫德纳 BA.5次世代疫苗通过EUA 怎么打谁先打 备受关注 送来的时候 他只有送18岁以上的一个临床试验资料 那这一次他们多 就是不管是BNT和莫德纳 都有送这个12岁以上的临床试验资料 到了医疗院所有什么就打什么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自由选择 那另外一种也可以说 我们目前如果是BA.5再流行 那先打BA.5 专案祥松口ACIP正在演你的 次世代疫苗三大施打方式 也透露会以采购莫德纳为主首批约60万计 BA.5次世代11月上旬到货 最快中下旬就能开打 到年底事实上还有莫德纳700万计 所以可以叫 其实一天最多也不会超过五六万 所以60万计那至少还有10天 我们都还可以足够再叫下一批 主要间隔满三个月 无论单价双价都可以施打 那五到十二岁孩童的追加剂怎么打 追加剂的选项要如何选择 那还有先前建议是五个月 也间隔五个月 那这部分是不是会再缩短 那这个部分大家都今天的HIP 会来进行讨论 据中国上海26日开息 吸入市新冠疫苗剂量仅0.1毫升 副作用和一般疫苗相同 吸起来还有甜甜奶茶味 云震民众的福星台湾会引进吗 三种肌肉注射疫苗 就是只有在息息循环里面 有足够的抗体 注射在黏膜里面的一个角色 它就可以对抗那些上呼吸道的感染 会不会进货还要观察 不过疫苗措施讨论度高 也是因为27月本土案例 虽然较上周同期下降疫程 仅新增35640例 但境外变异株来势汹汹 有被无患才是与病毒共存之道 选前大傻逼 为了让年轻爸妈怨声乐养 行政院拍板 从明年1月开始 零到未满五岁育儿津贴 还有零到未满两岁的托育补助 取消排复规定 连原本的就学补助 也将扩大到没有就学的幼儿 新制实施之后 预计会有103万名幼儿受贿 政院排板三大方向加码 育儿家庭补助 从明年1月起 零到未满五岁育儿津贴 未满两岁托育补助 都将取消排复规定 等于家庭年金所得超过121万元的家庭 也可领津贴 同时五只未满六岁幼儿 就学补助也扩及未就学幼儿 预计103万名幼童受贿 2.5万家庭可以减轻育儿负担 在人的方面 为了让提供幼儿教服务的人员 更能安心照顾幼儿 长留久任 我们也将为他们加薪 公共化托育人员薪资将从2.8万元提高到3.5万余元 准公共托育中心人员 幼儿园老师及教保员 最低薪资也将一年资集聚 调高至3到3.6万元 同时加码补助公司立幼儿园教保员 准公共保姆 延续托育中心1比4 照顾比例奖励 预计将有7.5万名服务人员受益 今天所提的规划案 我将大力支持预计核定 我们也已经在明年度的总预算中 编列55亿元 投入扫子女化对策的经费 从2016年的150多亿元 大幅成长到今年已经超过800亿 明年更编列的超过1000亿元的预算 就在九合一大选前 中央大撒币落实国家一起养 取消排付条款 扩大育额补助拉年轻 爸妈一把 欢迎新闻 蔡里知白云飞特别报道 护国神山台积电 最近是利空消息不断 27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难得陪太太张淑芬出席活动 被问到美中科技战百热化 会不会冲击台湾时 张忠谋是笑而不达 倒是进到会场之后 和太太张淑芬 特别一起和副总统赖清德合照 一贯笔挺西装高龄 91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紧紧牵着夫人张淑芬 间谍情深 但面对半导体产业杂音 她会挥手不作回应 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台积电创办人 张忠谋董事长一同上台合影 看着爱妻货班公益奖上 张忠谋特地上台合影 尽管整场活动都没开进口 倒是张淑芬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好像我们的总裁已经出来解释 并不是要做什么东西 认识这个黄仁勋先生很久 最近他好像来台 有没有特别来拜 他会来 他会到我家来 因为我们变成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 他很喜欢莫尔斯 间接证实回答 执行长黄仁勋将来台拜会台积电 稳住先进制程订单 但近期传除各国政府 为了躲避台海地缘政治风险 选择供应链去台化 更让护国神山笼罩利空阴霾 台积电是严重的被低估 只是短期来讲的话 很难看到底点 因为现在有美中晶片站 还有习近平二十大刚开始 然后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关系 所以是比较难讲 所以短期要小心 杨盈朝不会演 美中科技战白热化 台积电必须步步为营 才能稳住金元教父张周谋 一手打造的将山 环宇新闻宋军一 陈品珍台北采访报道 美中的科技战火越烧越旺 为了抑制中国崛起 美国祭出了强硬制裁措施 为了分散产业风险 许多的国际知名大厂 包括了苹果 英特尔又或是Nike等等的企业 都会要求自己的供应链 转负印度投资又或是扩大 在当地的生产据点 台湾身为电子大国 科技大厂包括了鸿海 和硕 伟创 也都跟随着苹果公司 扩大印度布局 生产最新款的手机 iPhone14 在这一场美中博弈战之下 台厂印度发展的机会挑战为何 印度有机会成为全球第二大 iPhone手机制造大国吗 来看到的是环宇新闻 独家电视专访远从印度而来的 泰米尔纳德邦投资促进机构官员 美中科技战火延烧 外资打出逃 为了分散风险撤出中国 瞄准南向市场 印度成了最大受惠国 以欧美厂商为首 亚洲中日韩 台湾蜂涌而至 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更是热闻地 过游战火炉继续 你看到更多国家伙认出 去印度 什么策略的策略 在这些货币方面的 区别人的中间 一个很高的例子 我可以给你 是 的 约路约 对 约路约 我们也看到很多 从不质的 科技大厂苹果也积极跟中国脱钩 要求相关供应链转付印度 分散营运风险 因为疫情也因为成本考量 最大因素是地缘政治情势所迫 科技大厂苹果也积极跟中国脱钩 要求相关供应链转付印度 分散营运风险 The tech company's Apple has asked its supply chains to move out of China So by now we see 台湾ese companies like Foxcon and Packatron are setting up factories in Tamunado I'm planning to produce iPhone 14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Made in India? Foxcon and is employing something like 20,000 people Pegatron is now employing about 10,000 people in one location Because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standards We are able to provide skilled workforce especially women to work in all three shifts including the night shift 不过供应链不完善 许多零组件 得从中国进口 印度到底何是难克服 The component manufacturers will also start entering into Tamunado In fact we already have two of them in Tamunado apart from Foxcon and Pegatron One European company which supplies components for charging You said that three to five years it can be complete? Yes iPhone代工厂前进印度 外资分析师预估 至2025年每四支iPhone手机 就有一支是印度制造 不仅如此 苹果还要抢势印度内需 CounterPoints Research 研调指出 愿一半印度智慧型手机消费者 计划一年内换机 苹果将成为继三星之后 当地第二大品牌 Do you believe that India is ready to be the second largest iPhone manufacturer Or the world biggest manufacturers What are the opportunities? I would say India is never ready er than it is now Like Tamunado We offer very attractive incentives Government of India They are also offering incentives for companies to come and Set up thei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 the country 世界经济渴望重新洗牌 高盛预估印度今年GDP成长率7.7% 明年5.7%前景看俏 但特殊文化 种族问题 中央地方法规不一 基础建设不完善 都是落脚印度要克服的障碍 欢迎新闻记者林一仁 杨格业斯 台北采访报道 好 冲刺选战的最后阶段 小动作难道也特别多吗 传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9月份他出席活动 创作的一幅沙画 被弃制在立法院的回收区 而这一追查发现 竟然是党内立委何志伟 所放的引发关注 根据了解总统蔡英文 因此而震怒 还说这样的做法 并不利于党内团结 要党团总交柯建民好好处理 陈时中人像沙画上 千笔千下名字 则是9月初 台湾艺术博览会的创作 不过日前却传出 被丢到立法院的研究室的回收区 紧急调阅监视器抓到凶手 禁视自家人 那所有的艺术品 无论他放在哪里 都不会有他的价值存在 选举到了 可怕荒诞的故事会特别多 我是第一个出来立足 河志伟赶紧喊冤 不过传出总统蔡英文 因此震怒 认为这严重影响选情士气 要求党团总招柯建民好好处理 没有人打电话问过我的句话 我没有说过这些话 还说蔡总统会看这件事情 这个是嫉妒的 我们不排除去案例 这个是破坏框析 这个从来的消息 我有问过河志伟 河志伟说 他根本不是这样的动机行为 只是刚好有 他连他自己照片也放在哪里 所以我相信 这个应该是有人二走新闻吧 河志伟大声喊冤 更痛批 背后有人刻意操作 就是为了打击陈时中选情 文化的创作 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那那话如果是要送的话 送我的话 那就尽快拿回我们的进走 连民进党自己的立委 都这么急于把陈时中 清出自己的办公室 令人讶异 国民党立委见缝插针 认为背后原因不单纯 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各阵营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被放大检视 欢迎新闻江伯伟 宋时宁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来看到新竹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被资撤会认定不当兼职 并且提告他论文侵权 对此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招 柯建明他再出招 高宏安不出示核准的兼职公文 还呛他 接下来将会面对的是司法的问题 而且说找律师比选举还要更重要 而高宏安也反击了 难道现在是柯建明在选新竹市长吗 呼吁柯建明赶紧回到立法院 去审查民生预算 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一遭献身立愿签到开会 丝毫不受前一天 资策会指控他违法兼职的影响 不过民进党公事还没完 党团总招柯建明再出招 你要好好面对法律问题 这是最严肃 也是最核心的事项 没有那么小偷告警察的 好像在选新竹市长的对手 其实是柯建明 那柯建明是不是我们新竹市长的 另外一位候选人 然后因为选情报级的关系 所以还必须得要来出来 说这些失格又失控的口出谎言 民进党公事不断 总招柯建明更是多次带头猛批 不过越打翻作力也越强 因为最新民调显示 新竹市长选战三强鼎立的局面 民众党高宏安支持度 37.8%领先 民进党省惠宏 31.7%位居第二 国民党的林根人 百分之18.2%净陪目座 民进党越打高宏安的声势越高 党主席柯文哲也多次声援 痛批民进党全党打一人 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更在脸书发文声援 为了选举 显然我们一个相当有公信力的单位 也成为了选举的打手 打压当年一个 他们认为也是非常优秀的 年轻的工程师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 很奇怪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就是为了慎全 不择手段 到底有没有违法兼职 高宏安跟资策会各说各话 民众相信谁的说法 投票当天 答案就会揭晓 欢迎训练江博伟宋志宁 台北采访报道 好 日本学者预测 台北市长可能会由 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胜出 五党籍的黄珊珊可能会逆转 被排在第三名的民进党陈时中就说 现在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以他自己的角度来看 民众都非常热情 也对他抱持着高度的期待 不过尴尬的是 陈时中今天扫街 又遇到民众呛瞎了 又是不满 陈时中来扫街 把市场挤得水泄不透 民众好生气 不过陈时中不受影响 因为还是有不少 四中粉丝力挺 不断展现笑脸 选举倒数 陈时中积极抢票 因为对手讲话吹了去 公车广告看板大量出现 谈选举经费 怎么比得上陈时中阵营 会不会真的差太多 之前动员都还爆出走路工的疑问 谈竟然经费 大概陈时中阵营应该是 所有候选第一名 相关的广告资源 我们当然不如两党 商品的品质要好 不是靠广告 我想大家的压力都大了 竞选期间各自努力 曹总说在时间上面 他可以要有这样的意愿 那我当然是很欢迎 这个相关的选举的事宜 都有进种来安排 陈时中继续打抗中保台牌 选前更有意愿想要请 联电创办人曹星成站台 为选情加温 因为曾经在2020总统大选 准确预测蔡英文得票率的 日本选者再度预言 其中台北市长预测 蒋湾最有机会当选 但黄山山有机会逆转 陈时中暂时排第三 我想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那各有他的一个观察 那在我自己的观察来看 像昨天我们在庙口来开讲 那群众非常非常的热情 也对我抱着高度的期待 那我都用笑容以对 总统也特别有来 那对我有多所赞许 那也多所支持 日本学者透过他专业的分析 讲出真实的状况 竟然还要被1450出征 真正选举的结果是操控在市民的手中 谢谢他我们大家都会努力啊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论 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 特别去针对谁 选举倒数各式民调预测纷纷出炉 除了参考之外 蓝绿白个阵营 努力拼选情 谁都不敢大意 环玉新闻张怀轩洋紫玉台北报导 网络购物已经是现代人的日常了 甚至不少人就是利用脸书社团或是LINE账号 成立了团购或是代购社群 不过要注意了 国税局证实明年开始查税项目当中 代购团购业者只要是符合开发票资格 就会列为重点机场的对象 换句话说啊 赚很大的团爸团妈 如果没有申请营业登记 恐怕会遭到追税罚款 架子上从同书到食物应有尽有 天天出货忙得不可开交 从团购平台买的新货迫不及待来领货 网路时代人人都抢当团购主 这个不修钢水服 很多人想开团耶 这边直接前进富佑展介绍营有的用品 另外一头有人租下大仓库 让团购效益极大化 但小心了国税局现在硬起来要积极查税 那至于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 有在网路上不管是做团购 或者是网路销售的这些人的 营业人的部分的话呢 是各地区国税局 其实会有收集相关的 不管是金流 物流 资讯流 我们其实会收集相关资料 然后去选案去做查核 2023年起 查税项目里要锁定团购 以及代购业者 是否达到开发票的资格 若没有依申请变更登记 缴纳5%的营业税 最高可是要开发1万5千元 不少团爸团妈说 已经收到国税局的来函 团爸团妈来针对课税的事情 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因为毕竟利润又少 竞争又激烈 当然是不希望变高 当然是保持冤状 那如果团购主被扣了5%的营业税 那我势必一定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上 那就失去我们也想捡便宜的心态了 那我们可能会往那个直接跟店家买 会比较快啦这样子 大动作查税引起许多团购主的抱怨 甚至有人私下说团购能赚的利润不多 若真的加税不排除转嫁给消费者 进入全民团购时代 国发会推估 全台20到64岁的人口约1500万人 这当中只要有1%的人做团购 若月交易额10万元估算 单月就可以高达150亿元 纠团团购年收千万不是梦 但荷包赚满满也要皮绷紧 别少了纳税义务 最新的选情预测也出炉了 曾经精准预测2020总统大选得票率的日本学者 再度预测 认为国民党这一次会拿下15席的县市首长 民进党5席 民众党还有5党籍各1席 其中选情呈现焦灼的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和苗栗县 这五大激战选区 也被视为是选战的最后重点关键战区 选战倒数 蒋湾安 黄山山 陈时中 每天行程满党 全力抢票 各种民调满天飞 长期关切 台湾选战的日本学者也做出了预测 日本学者对于各县市预估选情 但是跟2018年相比 当时民进党拿下6个县市 加上之后的高雄市长补选 总共是7个县市 国民党是14个 无党籍1个 那对比这次日本学者的预测 民进党少了两席 国民党增加一席 而民众党可能拿下首席的县市长 这样的预测是符合目前的选情吗 他的预测出来这个数字 其实他是看了很多份的民调 那这些民调如果 如果现在这些民调 跟投票当天是吻合的话 那确实民进党有可能在今年是大败 跟四年前 2018年代有韩流不一样 所以今天的选情是很冷的 民调上也许他是领先的 或者甚至拉近 但是他也会因为投票率的关系 而造成最后开出来的数字 跟民调会有失真 那所以如果今天去跟2018对比 2018选完的结果 民进党是两个直辖 四加四个县市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结果是差不多 即便他的整体的数字 可能只有六个七个县市 但是如果拿下桃园 对民进党来说 他们就可以定义为是胜利 蓝绿谁胜谁负 恐怕还要看五大激震区的结果 包含台北市长 桃园市长 基隆市长 新竹市长 和苗栗县长 就是各阵营争抢的重点县市 而哪些又是胜败关键 所以现在最重要就是第一个 找回支持者的热情 那个热情到了以后 基本盘 至少你的基本盘 投票率要达到一定的标准 然后第二个才是找回中间选民 经济效益会递结 所以抗中宝台 这个牌呢 在经过了那一次的最高潮以后 接下来就只会逐渐的往下 抗共宝台或抗中宝台 这个抗中牌 到底能发酵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或者说他们在中央执政 有没有一些资源的优势 可以去把它分配出去 我想这可能是他们最后关键 选政进入倒数一个月 蓝绿白阵营重兵集结五大选区 力拼拿下关键席次 淮宇新闻张怀轩杨纸玉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淮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